我想你们都认识了 你们的民主党的美国总部主席刘东斤先生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天气非常寒冷 那么我们也在这里继续纪念这个六五的公民球 那么在我讲话之前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杨子先生 杨子女士王若旺先生 就是说他是中国民主党最早的创造人 他在九三年的时候 中国民主党已经是在纽约成立了 所以说在国内九八年只是独党 这是历史 所以我们要记住 永远记住这个最早的 王若旺先生 他一直就是说在当年 就是为了中国民主党在纽约 在华人社区一直在宣传这个民族 所以说我们要记住这位 就是死去的这个先列 老前辈 所以中国民主党永远感激他们 把这五个大字能够带到我们 使我们能够从长 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这五个大字 光辉发扬 传到中国去 使这个中国民主党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一定要有一期之历 这是我们的信心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感谢大家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见